东城梦魇 前情提要 少女被杀 抛杉终于有了线索 梅尔也不能放松警惕地说 毕竟嫌疑人的身份现在也没人能看破 跟儿戏谈判还是变成了双方撕逼 每个好结果为了证孙子抚养权 她什么都能做 最终工作作没了 孙子也没了 这算是自食恶果 就这还能洗白吗 毕竟她是女主导演编剧 肯定容许她反错 也看退一步 天空海阔 梅尔就是要作 该说不说 第四集来咯 这事儿真不能全怪梅尔 只能怪儿子太会找了 照个对象和她一样是暴脾气 虽然理查德那是小之以情 冻之以理 出卖男色 陪她喝了一个小时闷酒 就为了告诉她 沟通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 很快梅尔就信誓旦旦跑到了 儿媳妇面前就交流 很快这对婆媳就撕逼起来了 那简直什么话都往外冒了 随后局长在发现 她因为从政务室偷了两袋海洛因 放进了儿媳凯特的车里 准备污蔑她吸毒 从而永久取消她对孙子分享权的时候 凯特非常机智地发现了前因后果 于是梅尔的警惠被没收 爱玲和道恩的女儿的失踪案 她都不能再插手调查 梅尔经常这么想 她的人生怎么着都算得上是精彩的 但是再精彩也没出过这个阵子 她对外面陌生的世界是极度恐惧的 对外面的人是排斥的 梅尔开始变得沉默 她几乎不想从床上下落 孙子马上就要离开她了 老妈指定要跟着孙子去照顾她 至于两年前自杀的凯文 和从来都好像喜欢她爸爸一点的吸窝 这些人都会离她而去 更何况她已经做了这样的措施 梅尔一直这么想 但是家人永远是家人 他们很关心她 他们觉得离职这事 对梅尔来说说明真的是好事 一根弹簧一直都绷得很紧的话 最后的结果只有是断掉 小天使万万没想到 好不容易摔了一丢丢好感度的阿姨 第二天就离职了 当然 这都不是重点 艾琳孩子的爹 既不是热门选手弗兰克 也不是背锅小伙儿迪伦 那么小天使的候选人 只剩下了最后那位了 的确很值得调查一下 镇上的祖孙组合 基本上就没能消停的 首先是迪伦怒吼 爹妈赶紧抱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滚远点 在是道恩在照顾自己外孙女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客的电话 你的女儿已经准备回家了 五千美元一到手 我们就放她回家 至于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打电话来勒索她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这是个假消息 是个骗子 第二个是 大家懂得 闺蜜的劝导没错 梅尔的家人还没那么丧良性 大家毕竟都住在她的家里 所以梅尔准备整一个家庭会议 理查德不是说沟通最重要吧 那咱们来沟通吧 首先海洛因的事必须要坦白了 虽说成员就三个 而且老妈一听完这事就直接大吼 怒骂梅尔 然后甩门进房间 女儿心情也很不咋地 因为她和她的女朋友刚分手 接下来是最现实的问题了 的确 如果梅尔天天在家坐着啃老 好像不太可能了 她必须想办法去解决一下 她身上出现的问题 根深蒂固了四十多年的问题 第二节的时候 凯文的医生曾经建议梅尔 也去看看心理医生 好嘛 看就看 论逼逼拉拉的能力 这小小医生很难说真的 能把她说服 或者说服她又怎么样 毕竟梅尔可是都能把 理查德劝她的话给理解成那样 所以医生咱们该从哪里说起 首先是弗兰克 我的前夫 他现在过得超级爽 然而你看看现在的我 周围这么多的我自己的亲生孩子 可好像都跟我没关系一样 第一次治疗赶紧开始吧 心理医生完了之后 这就是理查德 其实也不要什么心理医生了 从家人到朋友到爱美对象 只会劝她一句话 正好趁这个时间放空一下 真正的留点时间给你自己 好嘛 这个女人的防线实在是太难打破了 不管说什么 她都能引申到另外的某种怪异含音上去 那是记得我过生日吗 我只想带你出去耍一下 可以吗 要说爱琳的案子和盗恩女儿失踪的案子 到底有没有关系 小天使去找了剩下的最后那位嫌疑人 马克神父 神父依旧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反应 无论小天使问什么 她都一脸老油条地说 交票委员会的人都查我 没事情 你们警察是不允许再查我 小天使逼问也好 威胁也罢 马克对这个话题就是避而不谈 但也没露出一丁点恐惧 一丁也都没有 梅尔大晚上一直在看爱琳临死前留下的视频 房间门突然发出了声响 让她想起了内野 凯文已经被毒瘾给逼疯了 她和自己的老婆凯特不断地怒吼着 拿着东西朝着自己的亲妈砸过去 嘴里不断地流出唾沫 她要钱 她要钱买毒品 梅尔狼狈地坐在地上 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真的说不清楚 将孙子带走两小时的凯特 又将这小子给送回来了 孙子想念他的宠乌龟 或者还想念别的人 比如说他的奶奶 为人父母这个玩意儿是很奇妙的 比如说迪罗 明明自己腿还没好 大半夜被这个孩子的哭声吵醒 他竟然能哄孩子重新睡觉 何况这孩子根本不是他儿子 在梅尔轻松半天之后 一个噩耗又传来了 又一个妙龄少女失踪了 从一年前到温女儿开始算起 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虽然不能一下笃定 一定都是同一个人干的 但是这严重程度也不容小觑 虽然局长严令禁止梅尔 继续以警察的身份调查案件 但是自从第三个女孩密西失踪之后 他不由自主地敲响了一个男人家的房门 同样也是止痛药成瘾患者 密西自从服药过渡之后 最终还是踏上一条不归路 密西一直都是独居 没有再跟家人和之前的朋友 有过任何联系 所以推测出来 道恩女儿的失踪和密西的失踪 是同类案件 更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做的 案灵被杀抛尸 则可能是另外一个凶手 小天使从上级开始 和梅尔的关系 就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化 她开始分享自己的经历 她当然也希望梅尔能够分享自己的经历 爱玲的案子还是毫无头绪 马克虽然是最大的嫌疑人 但是没有证据 无从查起 于是他们再次拜访杰西 为什么爱玲要让狄伦觉得孩子是她的呢 要说爱玲心机绿茶吧 倒是也想的没错 狄伦虽然年少轻狂 神志有点傻逼兮兮的 但是对孩子也好 她的父母也一样 如果额胜狄伦想遇对宝宝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梅尔猜得果然没错 青少女都很讲话 爱玲拜托杰西帮自己拍一些尺度大的照片传到网上 好来用自己的身体换到孩子的二刀手术费 毕竟十七岁干涉杀不会 凶手很有可能是她通讯路上的中年男人 除此之外爱玲藏在家里的日记上面很有可能记住了什么 也不知道小天使和理查德是不是有考虑拜把子 同时想约梅尔出去耍 时间还都是星期六 那这种事情当然是只能赔一个 有这个就不能有那个 说到西沃那也是老扎女了 完全没有遗传他妈的光荣传统 虽然被甩的是她吧 但是也不能两小时之后就无缝对接 正准备甜甜蜜蜜的时候 发现求复合的前女友正搁沙发上 听歌呢 吓得花容失色不知如何收场的三女 你看我我看你 还把人冲着下落的外婆给撞懵逼了 好家伙 还没咋地 梅尔一开就回家 哦哦 我家门口怎么这么大一面了就不车呢 老妈在单家上躺着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但是要说情况有多严重也不至于 陪着去医院是肯定要去的 这甜甜忙的还真让她没什么时间自闭呀 道恩在当晚又接到了所谓绑匪的电话 好像是知道道恩的顾虑 这会一副公鸭嗓地在电话里详细说出了女儿的某些细节 两位母亲都心急如焚 一个是交不出五千美元就等着被撕掉的女儿 一个是如果不坚持就绝对会放过真凶的凶杀案真相 他们不能见死不救 他们必须要勇往直前调查出真正的真相 梅尔在此私自调查了艾琳的房间 按照杰西之前提供的线索 他果然又找到另外的一样东西 一个刻着三个数字的挂坠 随后又到了深夜问一吃吃吃的时间了 梅尔这边也算是有了新收获了 道恩则看着自己的钱包里的钞票 弄了一会儿 五千美元 数量是足够的 他随后立刻开车前往了和绑匪的约定地点 他和梅尔一样 他能感觉到自己也许真的在接近真相 那是一个独栋房 旁边几十里都没有人家 里面破败不堪 他突然被人攻击 当然 他没有用真钱 而这个男人也不是真绑匪 他只是贝斯的狐虫哥哥 现在想想也合理 毕竟女儿是他看着长大的 熟人作案的确是让他放松了警惕 道恩顶着一脸伤回到了家 并没有对贝斯透露直言偏语 失踪女孩密西 怎么又那么好受了 他现在才发现他被拐卖了 这个黑暗的房间里 还坐着另外一个白痴的未成少女 这集比较温和点 并没有什么超级反转的剧情 其实这部剧一直讲到这里 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亲情 亲情是一条非常神奇的纽带 这世上唯一不会彻底抛弃你的 就是亲人 顺便温仪魅力果然不是盖的 老少通知真的很棒棒 其他集结说请查看合集 后续去急急速看 上更新不要忘记点赞评论 什么关注哦